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跟大家谈几个题目 第一个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 非常坚定的公开的支持 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 这个应该是卸任常委的 第一位公开力挺习近平的 其次要跟大家谈的是 美国的B1战略轰炸机 飞过朝鲜半岛 这是美国强调在军事行动上 或者说是在军事戒备上 绝不松懈 朝鲜当然骂美国这是无赖 这是侵略的行为 第三个跟大家谈的是 北韩前驻伦敦的副大使 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公使 二号人物为什么要叛逃 他的理由是不愿意让孩子也做奴隶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说法 最后跟大家谈谈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 非常靓丽的航空公司 柏林航空吹起了习登号 最后一班飞机 这个跟大家说拜拜 航空公司就合并到其他的航空公司 怎么会这样子 好了 先讲朱镕基 在10月30号 这个由中国的官方发布了这么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是这两天发布的 活动是10月30号 说呢 我读给大家听是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清华大学这个经济管理学院他以前有一位院长 顶顶大名就是朱镕基 那么早上呢 是习近平主席会见这个顾问委员会 下午呢 那就是这个朱镕基先生 还有他的妻子劳安女士 他们两个人会见了这个委员会 那么虽然是这个后来这个朱镕基出任这个政府的要职 但是呢 他一直保有清华大学这个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 而且他也是顾问委员会的这个名誉主席 所以他跟清华大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上午呢 习总书记或者习主席 那见这个委员会 下午朱镕基见这个委员会 这个官方发布这个讯息 那就是非常耐人寻味 这个经济 这个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哪些 那也是鼎鼎大名 包含鲍尔森 这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这个和中国的关系来往非常密切的 那么还有呢 是库克先生 谁呢 就是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还有这个中国方面的企业文人 包含马云 包含马化腾 所以呢 这一个顾问委员会 它的代表性是不同反响的 上午见习总书记 下午见这个前总理朱镕基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朱镕基的一些谈话 为了求慎重 我把它读给大家听 这个习总 这个 那个 朱镕基先生讲 他说 他这一次啊 是 你这个 特邀代表 出席党的十九大 然后呢 他觉得这是一次 在关键时刻的重要会议 然后有几项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确立了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确立了习近平的有关思想 这当然就是讲这个写进党章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也是哈 要坚持习近平思想 是今后的行动 行动纲理 最后呢 就是这个官媒啊 讲了一件事情 说 陪同啊 这些经济 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 见朱镕基的 还有两位国务院的副总理 一位是刘彦东 一位是巴侃 还有政协副主席陈元 还有央行行长周小川 所以你看他这个等级啊 也是非常高的 有趣的事情啊 那就是啊 在这个 之前的 18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啊 也就是上一届 最后一次的这个全会的时候 当时啊 官媒报道说 这个朱镕基前总理 和大家见面 而且呢 还有两位副总理陪同 那一天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会见活动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贾姓林 吴邦国 他们也这个公开露面 可是呢 官媒一个字不提 那么这就说明了 现在的当局啊 对于这个朱镕基 是另眼相待 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引起了海外 许多的揣测 那就是啊 是不是这个朱镕基 跟这个江泽民啊 在这个时候啊 表达的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反过来说 习总书记 习主席 他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 那是看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也不令人意外 我们就想到在 19这个打开议的那一天呢 这个习总书记 这个报告完了之后 回到他的座位上 然后呢 一边是胡锦涛握手 非常热络 另外一边呢 跟谁握手 就被其他的媒体记者 给挡住了 照片上看不出来了 那就是江泽民 所以呢 这个看得出来 这个是有一些 这个差别对待 那么这个在海外的一些评论呢 也提到了就是 朱镕基其实是很不喜欢江泽民的 原因就是在这个朱镕基 担任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很多经济方面的工作 那这个江泽民还是不愿意放手 然后呢 等到后来这个江泽民呢 他交卸了国家主席 交卸了党的总书记 但是军委主席 他还要再战两年 这个的朱镕基是感到非常不满意的 那么这个在传统上 不管就是中国或者外国 这个一号二号人物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相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这个前几天呢 说美国的肯尼迪总统 被刺这个案子 都是甘泽迪总统被刺这个案子 还有很多这个机密文件 现在陆陆续续解密了 那个时候呢 就让人想到 肯尼迪被刺之后 占森总统或者是翻译做 约翰逊总统继位 这个约翰逊和 这个肯尼迪两个人呢 几乎是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只是在为了选举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互补的作用 所以呢 东北的比较自由派的 配上这个南部的 比较保守派的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就是这样的一个 美其名曰互补 其实也是这种相互利用 那偏偏呢 甘乃迪被刺的地方 达拉斯 达拉斯在哪里呢 达拉斯在德州 德州谁是代表人物 正是詹森总统 所以呢 詹森当时也觉得 这个事情啊 跳进黄河洗不清 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詹森呢 没有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的话 不太相信 也就是说 詹森是从德州出来的 那这个案子就发生在德州 这中间呢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牵连呢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事实上 这个后来的调查 也看不出来 詹森有什么样的这个嫌疑 可是呢 总是就在大家心里头 就是些人 他会有这样的猜测 所谓难度悠悠之口 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 也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毛主席 他斗倒了 扳倒了多少 他所选定的切班人 然后呢 这个在好几年前 就有这样的说法 说其实邓小平是曾经想用 将将把这个江泽民换掉 让朱镕基来取代 说这个在哪一次的这个 这个全国代表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呢 说这有一天江泽民就讲了 说这个政治报告 就跟手下人讲 政治报告你们要好好准备 不管谁报告 我们都要好好准备 下面有人就觉得奇怪呀 政治报告 不是总书记报告 难道还有别人报告吗 那大家就讲 说是不是 这个就要把江泽民给换掉了 那么当时也有另外一个传说 我们特别强调 这些呢都不是这个当事人亲口讲的 这个邓小平现在不在了 说是当时这个邓小平有这个想法 那么陈云就讲说 你已经弄到了好几位的总书记了 已经三位了 事不过三 为什么呢 华国锋也给你弄到了 然后胡耀邦也给你弄到了 而赵紫阳也给你弄到了 再来人家就会讲话了 所以最后邓小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也是一些各方的这种推断 或者是一些传言不太容易得到证实 那么总之就是 这个朱镕基和江泽民似乎不是很对牌 我们看这些照片就是你看这个照片 有的这个两个人在那里谈话 很开心的样子 但是也有这个黑白照片 这就看你看这个朱镕基敬酒 眼睛是看在别的地方 这种照片我们特别强调 它未必能够代表全貌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都是瞬间的照片 也许一方面要敬酒 一方面旁边人在讲话 那镜头上没有看见 但是朱镕基当时是看着别人 所以脸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这也是可能的 你说敬酒跟人家目光没有接触 这不是个很礼貌的事情 但是现在网路上确实有这么一张照片 这个然后呢 说朱镕基啊 其实也是同情胡锦涛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在胡锦涛当政的很长的时间里边 江泽民呢他一直把持着很多这个权势不放 那么这个照片里 几个人都是比现在年轻很多了 这个是这个朱镕基 然后中间是江泽民 在左边是胡锦涛 这也是一张这个历史性的照片 那么让我们再想起这个亲眼看到的 在华府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1999年呢 在中国努力争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时候啊 朱镕基来美国这边谈判 这个后来呢 克林顿总统没有及时的和朱镕基 签这个协议 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 没有及时签 这个听说克林顿对这个事情啊 也是觉得有点后悔 因为随即就发生了 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 遭到美国误炸这件事情 引起中国方面群情激愤 也使得美中关系出现了一次极大的震荡 如果呢 那个时候啊 这个和原票来访的朱镕基总理签了这么一个协议的话 那么再发生这种这个大使馆被炸的事情啊 这个紧张或者是这个双方这种震怒 中国方面震怒这个气氛应该会降低一点可惜了 这就是千金难买这个早知道啊 这个怎么样要没有办法买到这个后悔 没有办法来治后悔的这种药 那么当时啊 在这个公开的记者会上啊 曾经有人问到 问说这问朱镕基啊 说啊你来美国访问啊 你也知道啊中国方面呢是对你有很多的这个责难啊 觉得说你来跟美国来美国这边访问啊啊 为了要争取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 说这个中医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啊 就会让步了啊 诸如此类的事情啊 那朱镕基这个公开举行记者会 这个事情就不容易啊 大家知道中国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啊 有的时候这个记者会啊 都事先安排好的 中方这边呢是什么人发问啊 这都是这个就差没有排练了 有一次啊中国一位领导人来美国访问的 这个公开记者会 美国方面点一个人 中方点一个美国方面点一个中方点一个 结果中方点的这个人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三个媒体 第一个点了新华社 第二个点了人民日报 第三个点了中央电视台 其他的人举手通通白举 怎么会这么巧合啊 这当然这个也让人 我们就在这不用多说了 但是当时朱镕基 他这个记者会上 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事先挑选过的 那么他的回答呢 也不是事先写好的稿子 他这个回答呢就让人家听了 就觉得这个比较亲切一点 那问到的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朱镕基当时讲了 朱镕基说 其实我是不想来美国的 但是呢 我们江泽民主席 要我来美国访问 在中国 他是No.1啊 所以呢 我还是来了 对不起 我们这个地方 突然灯光变暗了 我去调一下灯光 看看怎么回事 对不起 要跟这个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因为是礼拜五傍晚 我在这个地方 他有这个节能减碳的措施 所以呢 如果几分钟没有人在室内走动的话 他的这个监控器 发现没有人走动 他就认为办公室里没有人了 他就省电 他自动把灯给关掉了 我们现在我们站起来动一下 灯又亮了 好了 这就说明了 这个你听这个话 这个味道 所以朱镕基和江泽民 是什么样的关系 随着这个时间 大家有越来越多的猜疑 那么这个现在呢 是按照这个各方的说法 那就是 对不起 我看一下时间 哇 已经过了15分钟了 另外下面还有三个题目 好了 这个话题到此告一段落 那就是朱镕基 现在很显然的是 第一个公开 在19大之后 公开力挺习近平的 这个退休的常委 那么好了 这个我们在 接下来要谈第二个话题 这个是 尤其是 美国总统川普 今天出访亚洲 要去中日韩 要去越南 要去菲律宾 那么 几乎是同一个时候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B1 飞越朝鲜半岛 我们看这个照片上 你就知道 这个B1轰炸机 这种 它的这种战略意涵 还有其他的飞机伴随 就是南韩的战斗机 伴随在朝鲜半岛 执行的一次 模拟的轰炸任务 按照平壤方面的说法 说美国这次是 摩尼亚投掷了核子武器 是这个战斗机 这个轰炸机 它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美国是说 它就是一次 这个训练的轰炸任务 因为呢 这个投掷核武 和投掷传统炸弹 做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下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B1轰炸机 现在是B1B了 机型又有所改进了 这个轰炸机 它这个载弹量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现在啊 他们这个丢用这种传统炸弹 其实很多是精灵炸弹 这个炸弹不是盲目的 就丢下去的 这个炸弹是有 雷达导引功能的 那就是说 这个炸弹的精准的程度 和以往不一样 那么现在啊 川普总统去 到亚洲去访问 昨天我们也跟朋友们谈到 美国这边就讲了 说这个川普去啊 他不会说因此啊 对北韩这个 有和颜悦色的 他还是会非常 强硬的姿态 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非常强硬的字眼 来面对北韩 在美国大家最 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这个fire and fury 如果北韩要再怎么样的话 挑起来这种 国际的紧张和冲突的话 那就是这个 火海要对付北韩 那么现在呢 这个在过去这几天的 美国这边呢 有海上的这个航空母舰 往那个方向集中 现在有三个航母打击群 然后呢 有这个战略轰炸机 从等于是东边 然后在内陆演习 然后这个练习 模拟的头弹任务 然后从西边飞出去 它等于是横跨朝鲜半岛 这当然也都是希望 能够振折北韩 只是这个另一方面呢 也有这样的传说 说不定啊 就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 甚至访问南韩的期间 北韩那个地方 说不定又要来一次试涉 诸如此类的行为了 在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 北韩这个议题啊 不时的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么这个在美国国防部里边 也现在有发公布了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在这个国会里边的证词 里面呢提到就是说 究竟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 会怎么样变化 这个军人他不知道 因为这是政治议题 而军人所要做的呢 就是做好一切的准备 当这个政治人物 要军人采取什么样作为的时候 军人有十足的能力 做好万全的准备 来履行这个上级所交付的任务 那么这个马提斯自己是军人出身的 他讲的一段话 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他说呢 在他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 现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情况 是他觉得最为复杂 最不敢让人掉以轻心的时刻 这就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吧 美国常常被人家问到说 你们和北韩之间的这种来往 美国的回应常常是说 和北韩没有直接的对话管道 这是让美国最担心的事情 因为呢就好像这个当年 为什么宁森总统有破冰之旅 就是希望和中国能够有这个直接的对话 当然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关系正常化 但是在关系正常化之前至少能够有对话的机制 早年的时候呢像在华沙谈判等类的这种活动 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谈下去 见面了 双方就把上一次的会议记录念一下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那这个记录就做准了 这就列为记录了 然后呢就散会了 就是双方根本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好谈 但是还要保持这样的机制 那就是希望能够随时保持对话 也就好像当年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热线 那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拿起电话能够找到人 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 那又没有这件事情 还是这个是什么人的误按了什么电钮 发生了什么样的危险情况 所以双方有这种热线的机制 后来这个美中之间也有这样的热线机制 也就好像当初在南海撞击事件 这个发生在2001年的时候 4月1号 那个时候啊 美国就说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拿起电话想找中方的人士 就不晓得该找谁 到了2001年已经五年过去了 美国拿起电话想找中方的人 还是不知道该找什么人 这就让美国方面的格外担忧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机 或者是不是这个军舰 他比方说到了南海接近中国的岛礁 美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中方拿起电话能够找到美方的人 哪怕是在电话里面吵一下 至少还是有这个对话的机制 就好像夫妻之间的 如果连架都不吵了 那恐怕也就有点问题了 当然不是说鼓励吵架 双方能够秦瑟和明 能够取暗其眉 能够彼此都和颜悦色 那当然是最好 但如果双方啊 常年冷战下去 双方你对我不满意不讲出来 我对你不满意我也不讲出来 连架都不吵 这反倒是问题更严重 所以呢 就是从这个照片里面看 美国一方面呢 是采取这种军事上 等于是这个威辙北韩 咱们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前几天也特别谈到过 就是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 对不起 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和北韩其实一直还是有这种对话的机制的 我们常常讲对话总比对抗好嘛 在这种这个言辞上的对抗 总比行动上的对抗要好嘛 这个是大家对美韩美朝 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这个期望 好了 那么下面一个我们来谈的这个 他为什么要叛逃 这个他是谁呢 太永浩 太永浩是原先 北韩驻伦敦大使馆的二号人物 他们叫做副大使 其他大部分国家叫做公使 这个二号人物啊 来头真是不小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北韩那种 是一个这个集权封闭的国家 是仿佛是一个中世纪的这种黑暗国度 你要成为他住这个这么重要的国家的这种 二号人物 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没有北韩的这个大使馆 英国就成为北韩在海外最重要的使馆之一 当然在这个北京的使馆 在莫斯科的使馆 那是个重宠之重 那么这个金太昊啊 以前就有人说 那后来证实这个是不是真的 那说他这个父亲啊 当时是跟这个金日成 北韩的这个建国者是一起打过游击的 这不是真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家世非常良好 他不但是自己啊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红二代 同时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的父亲 就是他的岳父啊 曾经是朝鲜人民军的副总参谋长 这个这个军阶不可谓不高了吧 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祖父啊 那确实是金日成的战友 而且呢还担任过朝鲜这个劳动党的军事事务部部长 那么所以呢 他这个出身是非常根正苗红 然后呢 他在中学的时候就让朝鲜半岛 朝鲜这个北韩了 把他选去 把他选到中国去留学 那么到中国去学中文 学英文 所以他已经三种语文了 韩文 中文 英文 后来呢 又把他送到丹麦去留学 学丹麦文 你看这是四种语言了 而且大家知道 在欧洲啊 一个人呢 这个要 常常有机会 可以学好几种语言 后来呢 他出任这个北韩的外交部的 这个欧洲事务的负责人 他被公认的是欧洲事务专家 大家知道 要做欧洲事务专家不容易 你做美国事务 美国的事务专家 你讲这个 或者是这个北美的 你讲英文就好了 你要做这个拉丁美洲事务专家 除了巴西之外 绝大部分国家都讲拉丁文 都讲这个西班牙文 你要做欧洲的这个专家 你得会多少语言呢 那么总之就是 他是一个长期的朝鲜方面培养的人才 可是呢 他在去年带着太太孩子 就叛逃了 便捷了 他就决定弃暗投明 然后经由这个英国 还有美国的安排 然后最后到了南韩 平壤方面 当然气得跳脚 然后写出一大堆的罪名 就说这个人呢 肃行不良 这个人对国家不忠 这个人呢 对朋友不忠 这个人对工作不忠 这个人根本就是食恶不赦 你可以想象得到 只是这个北韩那边讲什么话 大家通常也就 不必都把它都当真了 北韩的报纸 除了这个日期之外 其他很多东西 究竟有几分是真 也就不要去细旧了 那么他这两天讲了一段话 哎呀 让大家感慨良多 他说他带着孩子 要离开北韩这样的国度 是因为他不希望 他的孩子也做奴隶 换句话说 他觉得他自己 在那样的国度 虽然是当局很重视他 虽然是赋予他非常高的地位 但是他觉得那是奴隶 在那里是没有人性尊严可言的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孩子 也向他走上相同的命运 我们就注意了一下 他最近几次谈话 把北韩内部的情况 更清楚地让外界知道 其中一个就是说 北韩现在很多人 他偷偷地要看南韩的电视剧 或者看南韩的电影 他不愿意看北韩自己的宣传的东西 这是可以理解得到 大部分的宣传的东西久而久之 你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久而久之或者是 有点自由思考的人 就会怀疑到底是真的假的 所以他觉得北韩现在明智 至少比以前多一点开启 另外他提到一个 就是北韩他觉得 现在贪污的风气很盛 他认为有几百万的军人 或者公务员 同时做贪污 那么当然北韩 他一定是要强调 他自己的这种连结 可是连结 他要几个条件 要让人能够不敢贪 严刑俊法 要让人不必贪 那就需要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 特别是经济水准 还要让人不能贪 不能贪就是有各项的法令 来加以限制 那么在这个北韩就算是让人不敢贪 就算让人不能贪 可是呢 却也很难让人不必贪 很多人呢 在这个生活所迫 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日子 为什么可以过得比我好 或者是别人做这样的事情 他也没有怎么样啊 为什么我不能做呢 那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风气 就让这个贪污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都是这个太永浩 所告诉这个自由世界 北韩那边情况到底如何 这个在北韩呢 传到外面的讯息啊 少之又少 那么这几年呢 在北韩从事于这种人道救援的人呢 也减少了 所以外面想要得知北韩的情况越来越不容易了 但是还好有这些这个外交官啊 他们辩解 像以前的北韩驻埃及的大使 那也是这个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到了南韩来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就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 北韩内部的情况 这个呢 对于自由世界 如何来处理北韩事务 如何和北韩打交道 当然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加一句话 就是金泰昊觉得 他说北韩呢 最终是会由内部啊 来起来 产生很多的变革的 因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 外界的力量要能够促使北韩改变 不是个容易的事 这个北韩呢 大概是全世界控制最为严密的国家 那不靠他自己内部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啊 靠外界的力量来改变他 不是个容易的事 那么最后我们看这张照片呢 是这个柏林航空公司 这个航空公司啊 在1979年成立 开始的时候只有两架飞机 主要是经营啊 从柏林到这个周围的风景区啊 这个度假的飞机啊 三十八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这个飞机啊 首航啊 像当初这个 台海两岸直航 第一班的飞机降落在台湾 或者台湾的飞机 第一班的降落在大陆 机场都会洒水 表示欢迎 好像船只进港也是 首航呢 也都有这种仪式 这个柏林航空 对不起啊 他这个是告诉我时间快到了 所以又黑了一下 我们今天都讲人家白白嘛 我们也要白白了 柏林航空白白了 这个大概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日子 我们白白下个礼拜 这个柏林航空这架飞机 从慕尼黑起飞的时候 机场洒水 然后呢 他的目的地是柏林 在柏林降落之前 他在机场上空绕行一圈 也是向大家致意 然后机长广播 这个就谢谢 长年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搭乘这一班飞机 这班飞机是客满 这个航空公司创办人 也搭乘了这一班飞机 一定会有人问 这个航空公司啊 既然是成长这么快 既然是规模这么大 怎么就要结束了呢 原因就是 现在这个航空业的经营啊 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这个比方说你要 为了安检 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这个在 很多航空公司的竞争 非常激烈 很多廉价航空 陆续兴起 航空公司不得不想尽方法 要紧缩成本 或者是要这个降价以求 结果呢 就使得这些 很多这个传统 经营的若干年的航空公司 都面临到 经营困难 而不得不想办法 或者是 这个 跟其他的航空公司合并 甚至呢 就此关门 这个柏林航空 它现在是 被其他的航空公司诟病 对于德国人来讲 虽然减少了一个 这个名声很旺的航空公司 但是至少这个员工啊 还是有路可走 并购的话 它航空公司的这些员工 继续到新的公司去服务 总之呢 就是也减少了一个 在航空这个体系当中的竞争者 会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票价 大家也是很关心的 好的 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次再会